科学的发展会大大带动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是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这个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同样的共识 这样都不需要在那里争辩论了 今时今日我们看到国家的快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建居于科技的发展 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在二战之后 也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带动了它的经济 成为全球的龙头 但是今时今日到底现在的情况又变成什么呢 我们看到史丹福大学刚刚在两个星期之前左右 分享了一份研究的报告 这个其实是针对华裔的科学家的 发觉在过去一几年 华裔的科学家大量逃离美国 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个app track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去看内文 这份研究报告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首先就是资料在哪里来的 它资料用一个叫做Microsoft Academic Graph的程式 这样就是看一下到底原先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们 到底在这几年他们置身的地点会在哪里 Microsoft Academic Graph就是一个database 它就在里面收藏了2亿个科学家的资料 那这2亿个科学家的资料就是来自2万5千个不同的学术机构 那就是一直去到2021年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里面的database 是很庞大那而其中更加这份研究报告 是在网上访问了1,304位现在身处美国的华裔科学家 这样就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感觉的 那跟着下去我们就看到这份报告就有讲到 就是华裔的科学家其实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之重要 重要成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在美国的博士学位 都是在科技或者是工程方面的博士学位 有百分之17的大概5800人 34000人里面的5800人 就是中国的学生拿到 那就是差不多是美国接近五分之一的科技实力 那而且那当然了 五分之一其实这个数字又不是真的很大 因为如果以中国的人口比例在全球来说 华卫又是占差不多五分之一 那所以这个不是特别大的 那但是呢中国人 大家知道中国人的脑袋比较优秀 那而且呢在数学或者科学方面的能力呢 都是比其他国家强的 那所以它在科学的建树也是特别大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五分之一大建树的科学家们呢 就是呢 就是呢建成了美国的科学界的现象了 那但是呢 而且呢我们看到呢 由2025年到2015年呢 中间做的调查呢 就是大概87%的华裔的科学家呢 就是当他拿到 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呢 他会留在美国发展的 那但是呢 今时今日的情况呢 已经呢 是慢慢变成了 都不是慢慢的 其实可以说很急速的变成了 那原因呢 稍后会讲 那我们看到呢 在2010年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大部分的华裔科学家 都会选择留在美国的 但是呢 一直以来呢 我们去到2020年打后呢 我们看到呢 越来越多人呢 是会选择走 那七成呢 就是 现在差不多去到七成人呢 就是会离开美国发展的了 而在里面呢 更加有大概三分之二呢 就是会返回我们内地发展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呢 就看到了 差不多两万名呢 华裔的科学家 当他们 他们在美国开展他们的事业呢 就在2010年到2021年之间呢 就会 就已经是离开了美国去其他地方发展 就包括我们中国了 那当然呢 中国呢 就有 提供了一个叫pull factor 那就是说呢 如何牵引科学家呢 去从头祖国怀抱 那当然呢 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 我们对科研的重视 之如此类 那但是呢 这里也提到呢 美国呢 也有一个呢 非常之重要的pull factor 就是如何推走华裔的科学家 那这个呢 提出了一个呢 叫做child initiative 就是2018年的 那自从呢 有这个child initiative之后呢 那现在今时今日呢 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呢 就有75%呢 就是想离开美国的了 那那其实看回这个child initiative呢 那就是2018年呢 11月份呢 特朗普的管治的时间底下呢 就是美国的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呢 就是呢 宣布了这个决议案呢 就是可以 如果他是怀疑呢 中国人呢 盗取美国的科研成就呢 美国的doj呢 就可以起诉他们 那其实呢 这个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要特别针对中国呢 很明显呢 就是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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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歧视 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的迫害 那其实这个是相当明显的 但是美国经常说呢 要种族平等平等平等 但是呢 那些法案呢 由往往全部都是走向不平等的方向 这个呢 留给大家自己留言了 那但是呢 其实这个这样 臭命远播的法案呢 只不过呢 生存了短短4 不够4年的时间 因为在2022年的2月份呢 其实呢 就已经呢 是宣布了 这个child initiative 就已经是不复存在 就是被取消了 那但是呢 伤害已经造成 信任已经摧毁 那到底呢 他这个时候呢 再删除了这个议案呢 到底还有没有用呢 那其实呢 这份报告呢 他最主要是说到呢 差不多是2022年的时间 因为做报告需要的时间 那但是相信呢 那个趋势呢 会是一直这样呢 走下去的 那我们可以详细一点 就是去看一看内容 那个报告的内容 那其中呢 有一个大标题呢 就是说呢 华裔的科学家呢 就是在美国呢 是感受到呢 不舒服 就是感受了恐惧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是说 35%的华裔科学家呢 在美国呢 觉得他们不受欢迎 72呢 就是呢 他们呢 还不觉得呢 作为一个美籍的华裔科学家呢 他有任何的安全感觉 就是说觉得不安全啦 那甚至有42%呢 现在呢 就很害怕去做研究 65呢 就是担心和中国 或者是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呢 会为他们带来麻烦 而86呢 哇 这个比例相当高 差不多 是接近所有人 差不多 那他就是说呢 越来越难呢 在过去五年呢 越来越难呢 是可以呢 收到一堂 收到頂尖的国际学生 就是说呢 就算呢 就算呢 在学术界 建立了一个呢 对中国人的歧视了 那然后呢 百分之八十三呢 说他曾经是一些呢 不是专业的范畴里面呢 是被人家挑衅 或者是被人家骚扰 哇 那其实这个呢 是牵涉到人身安全的问题哦 那其实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呢 在美国他们不感觉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员呢 他感觉不到安全呢 那百分之六十七呢 就是说 擔心 擔心 对于美国呢 调查呢 华裔的学者呢 是感觉到恐惧啊 那百分之六十五呢 就是差不多同样的比例呢 就是说呢 美国呢 现在呢 针对亚裔人的 震恨和暴力呢 是越趋严重呢 那而且呢 百分之三十八呢 就是说 美国的政府官员呢 就是经常呢 就是攻击中国政府 或者是中国的政策 那有百分之三十七呢 就是担心呢 他们自己的研究呢 会为他身边的人呢 带来麻烦 而百分之三十一呢 就是担心呢 有人会告密 对于他所做 或者他所说的事情 告密 那其实呢 真的呢 可以说是霉慢着一个白色的恐怖啊 那而百分之八十九的受访者呢 就说他们呢 仍然是希望呢 对美国的科技呢 是 的发展呢 是继续付出贡献的 那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样贡献呢 好 那之后呢 我们看到第二个主题呢 就是说呢 华裔科学家呢 就现在呢 就是会避免呢 联邦的资助 和考虑离开美国 那你会看到 百分之四十五的研究者呢 他们呢 就 已经呢 是开始呢 逃避呢 申请联邦的资助 那而百分之六十一呢 是在考虑离开美国的 那 那呢 就在这里呢 就有四百四十五个回应者呢 就是说呢 他会避免 申请联邦的资助 那里面呢 有百分之八十四呢 就说呢 因为呢 他很担心呢 他在一些文件 或者是在一些宣布里面呢 会触犯到政府的红线 那有百分之六十五呢 就是说呢 他就很担心呢 自己和其他华裔的学者 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的合作呢 会为他们呢 带来 怀疑和带来麻烦 那所以见到呢 整个美国的学术界呢 现在今时今日呢 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针对我们的华裔学者 带来做一个反华的气氛 那但是呢 最终呢 就是令到我们的华裔学者呢 就是说他离开美国 让他从头去中国的华谱 那其实说真的呢 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我们这方面 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美国这样做法呢 到底他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还是一个愚蠢的做法呢 我们呢 可以看一看呢 美国国外的发展的 正如小弟刚才说 每一个经济体 其实他很大的发展之处呢 其实是来自科技的发展 那我们见到呢 网上面呢 亦都有文章呢 分享到同样的想法 就是说呢 科技的发展呢 其实呢 就是在美国经济的蓬勃呢 可以说是一个基石来的 而这个基石呢 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在二战之后呢 就是呢 美国有一位学者呢 就是写信给政府 那就是见到呢 这一个 有一个report to the best president 那这一位呢 是一位布殊先生写的 那这里呢 就是他呢 就是说呢 就是应该呢 政府去提供资金 去资助这些科技的发展 就是因为一个这样的做法呢 那所以呢 就成立了一个机构 那然后呢 这个机构呢 成功呢 将六千个顶级国家的科研人才 科学家呢 就拉在一起 用政府的资金 资助他们去做研究 那所以当时呢 带来很多科技上的突破 而因为这样 美国的经济呢 呢 才可以跟着下去呢 二战之后呢 磅磅发展 那呢 最终呢 可以说是獨霸全球了 那其实呢 我们见到呢 这里呢 就是说呢 用政府的资源去整合全国的能力了 那其实呢 中间也都包括了很多呢 是来自纳粹德国的科学家 那所以为什么二战之后呢 美国和苏联呢 可以说在科技方面的发展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分庭抗礼那样 就是呢 就是因为呢 各自拿了很多德国的科学家 那其实美国呢 有一个叫Operation Paper Clip 那其实呢 这个呢 就是美国的情报机关呢 在当时的二战时间呢 1945年至1959年二战之后呢 就是所做的一个呢 秘密的工作 那这个秘密工作呢 就是中间牵涉到1600名德国的科学家 工程人员 和技术人员 那其实呢 那这些人呢 甚至是有纳粹德国的背景 不过呢 在美国追求自身的发展的情况下 追求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呢 其实所有 可以说他们所说的大道理 所有道德观念 他会放在一边 而这帮纳粹党员呢 就是通过一个这样的program 这样的程序呢 秘密程序呢 就是进入了美国 而进入了美国的科技发展大军 而令到美国的科技呢 是急速发展的 那其实呢 我们看到呢 美国就以前他的崛起 是靠外来人去带动 但是当他现在呢 是可以说呢 他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呢 就是反过来呢 开始将外来人推出去 但是这个做法呢 到底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我们刚刚看过呢 中国的研究人员 对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中国人的优秀 其实对美国来说呢 也都应该是相当重要 我们不用看到这么大 讲到整个科学的创举 我们只是看一下今年的奥数 IMO的成绩 2024年呢 美国终于赢回一次了 中国第二 韩国第三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看这里呢 看个标题呢 韩国好像都不差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看回仔细的分数呢 我们看到呢 美国192分排第一 中国190分排第二 而韩国第三名呢 其实已经跌到170分以下了 那也看到呢 印度是排第四 很多人说呢 印度的数据很厉害 印度人的数据很厉害 甚至呢 比中国人更厉害 其实呢 这个呢 只不过是坊间的一些 urban nation 我们根本呢 由澳数的成绩呢 已经可以看到呢 中国人呢 可以说是一马当先 领先其他国家呢 相当大的份额 那为什么小弟只是说中国人呢 不是美国第一呢 其实呢 我们只要看一看呢 美国今年的这个澳数队的组成呢 就会呢 可以说是得淡笑 因为我们看到呢 六个成员里面呢 除了最左手边是一位黑人 最右手边是一位白人 其实中间四位都是华裔的 那其实呢 基本上呢 是等于在中国队打中国队 不过呢 美国的中国队打赢了中国的中国队 那当然啦 这位黑人的小弟弟 小朋友和白人的小朋友 他们呢 都会有他的贡献 而且毫无疑问呢 他们都是相当厉害的 那但是呢 大部分的队员都是华人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美国真是将所有华裔 都全部赶走了的话 那美国会剩下什么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可以说呢 小弟对美国未来的发展呢 其实是并不大看好的 那虽然说呢 我们在总分方面呢 是输了给美国的华裔队 那但是呢 事实上呢 我们也有位小朋友 为我们中国人增光 因为呢 史浩家今年呢 又是在澳数里面呢 拿到满分的成绩 那可以说是全球之冠了 都是 好 那之后呢 我们呢 见到美国他现在呢 就开始呢 只是自己抱着自己 那样呢 就开始呢 要趕中国人走啦 那其实呢 这个浪潮呢 小弟觉得呢 随着呢 特朗普如果是再次上台的话呢 他一路享受呢 就是在提高民粹的情况下呢 其实极有可能呢 是蔓延到去其他族裔 当然呢 亚裔人呢 会是首当其冲 但是小弟 不觉得白人以外的其他种族呢 可以在这个时候放心啦 但是 但是呢 反过来来说 我们看一看 我们自己在中国 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这样去孤立自己 我们呢 反而呢 就是加强了很多 在国际之间的科技合作 那一个最好的例子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航天科技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呢 今年六月份呢 又出了一个报告了 那就是说呢 那我们呢 将会再加强回呢 在月球方面的开发的国际性的合作 那其实呢 上河六号呢 已经是和很多机构合作 包括欧洲啦 法国啦 意大利啦 巴基斯坦啦 那这个在上河六号呢 已经是合作的了 那其实上河七号呢 还更加呢 是会带六个国际合作 製造出来的科学仪器呢 直上月球 上河八号呢 更加会提供高达呢 200公斤的位置呢 是给其他国家去使用 那这个呢 是中国释出的善意 也在加强着的国际合作 而事实上呢 这个不是来到月球开发先做的 其实呢 我们的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 CASC呢 就是专门用来做航天科技的这间机构呢 其实呢 受访问的时候呢 已经是提到呢 中国的航天科技呢 其实呢 是和国际性的合作是非常之多的 这个不单单在技术方面的合作 甚至在资讯方面的交换呢 其实呢 也都是做得非常之多 我们见到呢 呢 美国现在呢 就一直向内宿 就在减紧呢 和外面的接触 反而我们中国呢 就是 一直在加强着和国际之间的合作 再加上呢 美国呢 的所谓盟友呢 也都经常在美国它自己的 割韭菜和打压之下呢 是越来越弱化 那人类的未来 科技的未来 到底在哪边 中国还是美国 相信大家都会看得很清楚的了 好 那小弟这次是分享到这里为止 非常之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呢 是喜欢这一条片里面的资讯的话呢 希望大家会帮小弟 点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的话呢 也都很欢迎大家留言给小弟 小弟永远觉得呢 和网友们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未订阅遇到的频道 记得马上订阅 那大家就不会再错过小弟的分享 和直播的了 我们下一次下一个话题再谈过